美伊究竟会不会打起来?美国怎么突然披露对伊朗最明确的作战方案?为什么一旦打起来,美国经营的一切将被摧毁? 美伊已经对峙许久,在全球英无人机被击落时,很多人认为这是打响战争的第一枪,但这次美国意外地保持了高度克制,美伊究竟会不会打起来? 近日,美国领袖披露目前最明确的作战方案,他表示,我不希望与伊朗一战,一旦他们触碰到我们的战争底线,我们将会凭借超强的军事实力来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美国从前期打嘴炮已经向实质动物靠得很近,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了,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争前的舆论鼓动工作和争取开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在同步进行着。 美国战略目标是速战速决,首先通过外科手术式打击,精准摧毁伊朗核设施和导弹基地,对伊朗领导人进行无人机斩首行动,并利用导弹狂轰乱炸,带起苟延残产重舰时扶持新的亲美政府,借此控制这个石油大国。 但能不能做到速战速决是个问题,美国人自己心里也打鼓。 伊朗不是伊拉克,伊朗一定会阻止各种力量进行反击,虽然伊朗的导弹还打不到美国本土,但是足以覆盖中东和欧洲的美国军事基地,伊朗还可以破坏美国盟友们的油气措施,届时美国在中东辛苦经营的一切都将被摧毁。 美国领袖选择这时候揭露最明确的方案,是因为伊朗设立的一个期限将至,伊朗的浓缩油将超过300千克,突破了伊核协议的上限,这也意味着伊朗将在核武路上更进一步。 美国最怕的就是伊朗搞出核武,到时候什么先进武器都不管用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打出去就是同归预警。 战场上攻防瞬息万变,也必不会如美国预想那样顺利地速战速决,一场战争开始并不是你想退出就退出,越南、阿富汗、伊拉克都是前车之舰,处于绝对优势的美国也难免被拖入长期战争状态,即使美国赢了这场局部战争,但在全球战略上就已经输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将不断消耗美国国力, 美国英还能傲视群雄吗?